今天我们来到这个Pertaline Daya SS2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位置呢就是在这个Freehold property 24-80啦 以往呢我们看了很多 property 都会比较小一点格局 就是20其实甚至有更小的啦 这样我们看看这个24-84呢 它的概念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呢它的现在设计的整个感觉 你是可以拍到接近三两个这样多 而且这个SS2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它有几个不一样的concept 但是讲去分别就是看这个转了啦 这个转这边呢你会看到它是这样子铺平的啦 这边是这条鞋的一些的concept啦 另外一条鞋呢它的设计呢就是那个转块是一个一个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是平的嘛 它这个是一个一个 其实它这边呢算是整个SS2的历史啦 我看应该已经40年了 这样这个40年的concept里面的物质 它有改了一些东西 这样我们现在看这个里面的格局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living room啦 那其实啊 SS2这个地方它的物质呢 有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会分好好这个的living room 然后dining area甚至到这个厨房 这样这个living room其实它已经有一些东西做好了 就是我们有这些 灯啦 然后厨 加上它已经这个living room里面有自己的冷气了的 然后加上它的窗口的位置摆放 其实跟现在真的是有点分别啦 所以你看到它以前的格局就是这样子长长一个一个的 就是你要改的话也是没有问题 这个the landed呢 你自己设计到怎样都没有问题 最重要就是你的画图设计好那个东西吧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就是你的sofa 其实你可以摆一个优秀都没有问题 这边你可以做这个tv cabinet 因为它现在是没有做啦 然后这个tv cabinet呢 它这样做了过后呢 其实它是蛮美的 当你做一个youtube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做接近十到十五个人的这样的concept 然后进到来了 其实蛮热闹的那种感觉 这样我们看看dining area 这样这个dining area 之前呢你会看到其实它还是保留着这个地上的这个thouse的 它设计了这个store room 这样其实以前呢这边是空空啦没有东西的 它就是只是一个楼梯看嘛 但是它是做了一个store room 然后它dining area是要走这个一小盒的楼梯啦 然后来到这个dining area 那dining area其实你问我啦 它也可以坐到接近十个人左右 不管是圆桌子还是长行那种都没有问题 因为你看气下空间感真的是蛮大 而且它这个看下去它是分开了的 所以以前呢它自己是空空的 它是没有这个东西围着的啦 在这边它已经放了这个东西围着的 然后它以前是可以这样子直接跳下去的 如果你看过啦应该懂 所以我们看这个厨房啦 厨房它也是一样它改了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厨房改了什么啦 它这个厨房是有做过了Fully extend 的 这样你会看到其实这个门后面的这个地方是extend了 这样before我们进去看之前你会看到 它外面它是做一个干的厨房 然后它这边就是整个ward drop 然后它就放了一个厨啦 这样如果你不要放这个厨 如果有一些人呢它喜欢放冰箱可以吗 可以 这只有一些人需要两个冰箱 我觉得也是ok啦 然后呢在它主放的地方就是它extend了这个地方 在extend 你会看到啊 它全部放完这种touse 地上也放完这种touse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extend出去的啦 所以extend它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可以炒的 大炒 然后洗东西 洗衣机 在那边晒衣服都没有问题啦 如果你不要在那边晒也可以啦 但是屋主它之前就是有做一个这样的concept 就是它洗澡过后 它可以晒 甚至啊 现在有一种洗手喷呢 它就是在这边啊 放在旁边 隔壁 你就可以 洗澡过后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 洗净面 也是蛮方便的 一个的概念 所以其实是看你自己要怎样设计 然后这个整个 之前屋主的感觉给我真的是 很喜欢厨房 所以你看厨房很美 其实它厨房的隔壁 有一个房间 它这个房间其实也是有设计过一些东西的 所以它就是把它变成一个 我觉得有几个用处啦 第一个就是有可能你还是在校 然后你在厨房做东西 这边就可以给它休息啦 或者变成一个playground这样的感觉 所以现在小孩子很多都是用iPad啦 还是什么 这样如果你不想要他们用电子产品呢 你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playground的concept 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变成一个书房 或者是你做工的area 甚至呢 非常方便给老人家 因为它不用爬楼梯对不对 加上它这边已经是有自己的厕所 然后它已经做完全部东西了 有风扇有灯跟这个的aircon 然后它也做完这个厨在这个地方了啦 这样我们现在去看看这个的房间 这样其实这个地方它那个楼梯还没有做过什么更改啦 它做的就是只是加多一个teacup 因为它是可以看到那个风的 它这个已经是改了 加上如果你有看过以前的SS2这个物质啊 它的楼上呢它的设计感就是它可以多一个楼梯上去那个master room 这样它这个变成一个平平的地方了啦 然后呢它自己可以做成一个二厅的感觉 这样这个二厅呢 你会看到其实它不会讲很窄或者是很暗 因为它上面这边其实有一个窗口 加上它这个格局蛮四方 所以如果你下面有招待了一些guest 这边就是你的private area 然后它已经做了这个玻璃啦 所以它是可以管的 它就可以变成蛮private 你想要这边有自己的私人空间都没有问题 这样我们去看这个的房间 这样before我们进房间之前 你会看到这个厕所 其实这个厕所呢 它只有一个entrance thing 这样是房间进不到的 所以你在房间是要走出来的啦 所以我们看这个房间 其实它的格局呢 也不会讲太长或者是太特别 所以它其实是干很好 你可以放你的一排的ward drop 甚至你放一个 queen size bit 也ok 这样我们看这个小房 这个小房呢 你会看到呢 其实它也不会像是以往看到的小房间 就是那种长长 no 你只能放一个单人床啦 你可以放这个 queen size bit 然后你这边就可以放一个小小的l 或者如果你放一个厨 再放你的书座 我觉得那个格局也是刚刚好的 这样我们现在看看这个master room 那先给你们知道先啦 其实 SS2 这边的屋子呢 它original 楼上其实是有四间房的 这样它这个格局是怎样改 首先你进到来 你会看到这个master room的厕所 它以往是这样 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但是呢 它的第四个房间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一来 看到这个墙壁 它在这里放呢 其实 它这边 是master room 然后我站在这边 就是这个第四房间 然后呢 它把它改成master room 所以它的master room 看起来非常大对不对 然后加上 它有自己的空间 就是 它可以放自己的床这边啦 然后 甚至 你会看到这个wardrope 就变成 女生最爱的 就是它是一排这样过去的 这样其实 这个concept我也觉得不错啦 如果你的SS2 也有一些这样的物质的话 你也可以这样子改啦 因为 真的看起来哦 它不是小 它真的是有点 像semiti的master room的感觉 所以我们来capture回 就是这间家 就是在这个SS2 这个location啦 所以它是2480 Fully Renovated 加一些 它的厨房是有 S10了的 卖着1.45个million 如果你想要看这个屋子 你可以联络我以下的号码 我是Johnson JFG Real Estate Trust JFG Real Estate Trust